另外看到2024年刻骨明星 古王争霸站的系列活动 7月6号盛大登场 而古王争霸站的发源地正是瑞穗香的复原 客家事务处表示 透过办理古王争霸站的活动 来提高花莲中南区的文化观光能量 那么提供全国的古裔团队 有个共赛共享共荣的展现舞台 也让爱好古裔的朋友们 到花莲享受古的饗宴 古王争霸站的发源地正是瑞穗香的复原 客家事务处处长潘前建表示 花莲是个多元的多平城市 客家文化是重要的一部分 透过办理活动让大家来到花莲来到复原 一个地方从过去的城隍绕境到达 这是一个发祥地 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跟客家委员会 非常尊重这个发源地 必须要在这个复原地区来办理这个古王争霸 所以刚刚讲总共了27年了 所以我们传承这样子尊重地方的一个一文细细 所以我们持续会在复原这个地方 来办理这个古王争霸站 活动前花莲受到严重地震灾害影响 复原工作持续进行中 但花莲美丽的风景 人文依旧在 透过这次活动办理 重拾乡亲对花莲观光的信心 提振观光经济效益 尤其是在这次04-03地震之后 用这个打鼓来振奋人心 来带动花莲的观光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早上县长有特别交代 一定要将这些来参加打鼓的朋友们 晚上继续留下来 明天继续留下来 花莲县政府非常欢迎他们 透过办理古王争霸站活动 提高花莲中南区的文化观光亮能 提供全国古艺团队 有个共赛共享共荣的展演舞台 让爱好古艺的朋友 来到花莲享受古的饗宴 记者高双双 瑞岁香采访报道